請收看 為心世界 咱家的風水 詞曲 李宗盛 北宜高速公路主要隧道的斷面跟隧道的設計 各位 這些都是設計的速率的80公里 就是每小時80公里的速度 現在就是這樣的一個開放的速度 那服務水準是D級的 這個什麼所謂ABCD 什麼叫D級呢 這個大家就看不懂 這個是這樣 所謂的D級就是說 在這個一公里的階段 一公里的階段裡面 可以容許23到29部車子在那邊走 這樣的等級就是按照隧道的曲線 車道的寬度的設計 它是以D級的這樣來設計 另外這個 車道的寬度是3公尺半 3.5公尺 我也同樣在問剛剛這個問題 你們知不知道中山高速公路的國道1號 就是梅花1跟國道3號的高速公路 它的車道的寬度是多寬 是3.75公尺 美國加州的 美國的高速公路的車道的寬度 3.75公尺 我們國道1號 因為國道1號最早設計的是美國人 來幫我們設計的 所以用這樣的設計出來 接著國道3號也是用同一個標準 3.75公尺 3.5公尺呢 哪個國家用3.5公尺 日本 因為日本也是島國 美國是一個大陸型的 所以它日本的高速公路 一個Land 一個車道 每個Land 每個車道是3.5公尺 那為什麼北宜高速公路用3.5公尺 同樣在台灣都是高速公路 為什麼用3.5公尺 因為最早當初北宜高速公路 那時候最早的是規劃的時候 是要求是北宜快速公路 快速公路就是因為快速公路跟高速公路比較慢 速度就比較慢 所以它的車道當初考慮就用3.5公尺 那這後來提升為高速公路以後呢 因為規劃已經完成了 這個斷面徵收土地都完成了以後 你再把它要徵收 那這個跟老百姓不好解釋 所以用3.5公尺來做車道 這也是符合國際標準 但是只要大家都遵循的速度的限制 所以為什麼在隧道裡面 在這個國道3號跟國道1號 有一部分的速限可以開到110公里 這個可以開到110公里 那北宜只有開到80公里 在隧道裡面開到80公里 這個是因為就是它設計的時候 本身具有這樣的一個限制 那剛剛講的隧道 一個隧道裡面 剛剛講的這個車子的方向 它有這個上面有兩個 這個通風叫做排這個風機 這個風機排煙 它是同一個方向 所以你要 如果這個車子 現在車頭是這個方向 你下車以後要往 車子的方向跑 因為它的排煙 跟車子帶來的排煙的方向是一致的 這個是一個隧道的斷面 那接著跟各位報告這個 隧道施工方法 剛剛講的有一個叫做TBM 就是Turner Boring Machine 那另外有一種叫做傳統的施工方法 就是D&V 就是Driving and Blasting 這個就是磚炸 磚洞 然後用炸藥把它炸開 然後把它清出來就是磚炸 這是傳統的施工方法 這是TBM 就是我們用機器比較 鑽得比較快的施工方法 在雪山隧道施工的時候 兩種工法搭配使用 本來要全部用TBM來施工 但是因為碰到幾個斷層 那這個機器被蓋住了以後 被卡住以後 如果一直在清 那為了要速度 所以就做一個迂迴的坑道 就Bypass 或是從島坑那邊過來以後 又另外開一個斷面 然後就用D&V的這種方法 鑽炸工法來讓隧道繼續進行 所以在雪山隧道施工的時候 一共用了兩種施工方法 一個就是鑽炸法 一個就是TBM的工法 所以鑽炸工法就是像這樣 就是在這個隧道 用這個先在這個隧道 這個還沒有開挖的一個山裡面 鑽孔 鑽完孔以後呢 就放炸藥進去 放炸藥進去以後 然後炸藥把它點火以後 爆炸以後 這個本來是一塊很大的石頭研盤 那因為你這個鑽孔以後 在爆炸以後 把這個石頭裂掉以後 然後挖頭機就把石頭清出來 那一吋一吋 一公尺一公尺往前走 這就是所謂的DMP 就是傳統的鑽炸工法 這樣施工 剛剛鑽孔以後 這個就是放炸藥 炸藥穿進去 那這個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點 就是放炸藥的點 這個 這種叫做施工方鑽孔開炸 現在電腦也很方便 我們這個放炸藥進去以後 這個我們看電影也常常看到 這個高樓 然後要把它高樓整個炸掉 整個炸成平地以後 看它從哪一根柱子 哪一根柱子先炸 這是電腦可以控制 從哪一點先炸 以前呢 電腦還沒有發展的時候 這個是磚孔的時候 這個爆炸的時候人要聽 是你如果放十個炸藥 你要聽是不是有十個聲音 爆炸點身邊有十個 有時候爆炸點 你聽錯了只有八個和是九個 你以為十個都炸完了以後 你進去在瓦爐清的時候 才動了那個火苗 然後又爆炸 所以常常隧道的時候 人家為什麼隧道意外比較多 那這個就是以前傳統的施工方法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用電腦的話 用電腦就比較控制很清楚 這個這一點有時候爆炸等等 這是所謂的鑽炸工法 爆炸的狀況是這樣的施工方法 造完以後 把這些土清出來以後就放了織寶 這是鋼織寶 鋼織寶就是用這個鋼 這個H形鋼 就像軌道那種 然後把它拱起來 然後把它撐住 讓這個地質不會垮下來 這是所謂的鑽炸工法 那這個 這個織寶放好以後就用噴漿 用噴泥土噴漿 讓這個炸開的那個地質 就是旁邊 這個你挖進去有地質就連在一起 變成一個混泥土的這個狀況 讓隧道不會垮下來 那這個織寶 那當然要用岩霜把它打到 正式在隧道面打到地底下 把它把它卡住 不會垮下來 那完成以後就防水膜 做好以後再做襯漆 襯漆好了以後再鋪路面 那就是隧道就是完成了 這是一個隧道的完成面 這個以後車子就在這邊通車 這個是傳統的鑽炸工法 的一種施工方法 那這個就是 岩栓的這個在岩栓的玉立的 那這個剛剛介紹的 這是傳統的施工方法 那比較新的施工法就是 TBM 工法 TBM 工法 南下北上有兩個隧道 所以是就用這種 TBM 的工法 還有倒坑 就都用這個 TBM 工法來施工 用機械磚來施工 那這個 TBM 工法就是 一個隧道這個鑽結機 這邊鑽了以後 後面用這個資寶片 這個環片把它組裝完成 就是不需要用爆炸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 這個用 TBM 在鑽結的時候 那個出紮這個圖 挖的狀況 那這個 TBM 這個鑽的時候 這個 它鑽好這個是在廠外這鑽 它是隧道這個 這個是在工廠 那這個是機械這樣鑽的時候 鑽進去以後 它在這個 裝好以後 就用這個混凝土已經 這個預先做好的一個 一環一環一個片子 這個水泥 這個一片一片把它兜起來 變成一個圓形的 這個就叫組裝 這個就是這個機械 這個磚 然後這個就是混凝土的片 一片一片 就是所謂的 Segment 這個就是組裝 把它裝起來 就變成一個隧道的 圓形的一個斷面 那這個機械在挖的時候 那些泥土呢 就是用這種 這個出紮車的 放到出紮車 它就車子把它帶出來 輸送袋把它帶出來 把它清掉 那這個就是 所謂的這個 這個磚結區挖了以後 這個就是一片一片 這個六片 把它組一片一片 把它組裝起來 這是用提片的調裝方式 然後放上去以後 因為你這個 這個磚結區挖的時候 在地底下挖的時候 旁邊有一些空檔 然後你這個 織寶片一片片裝的時候 中間有那個空隙 空隙的時候 就是要用灌漿 用灌漿把這個 灌漿把它灌進去 用粉泥土漿把這個片 跟這個原來的地質的這個 這個空隙把它填滿 這個就讓變成完成一個隧道 那這兩種工法呢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是 就是傳統的工法 跟比較新的這個TPM的工法 那本來就是要用這個TPM的工法 因為它的速率啊 它的進度 一個月可以挖到360公尺 那這個用傳統工法最快呢 一個月只能挖到112公尺 但是呢 當初就是施工以後呢 這個發生了幾個 突然碰到地下水地質的狀況 所以有一部分 就是用傳統的工法來克服 所以整個雪山隧道施工的時候 就用TPM跟磚炸的工法 兩個來輔助來共同來完成 那這個接著幾張的圖 就看出來就是在施工的階段 發生了這個湧水 它跟湯下來 湧渣那個渣跑下來的狀況 這個發生了幾個災片 你看 這個整個水地下水 這個在山裡面的水 整個湧到隧道裡面 把那個挖好那個渣 就是挖好那個土 整個衝出來的狀況 那這個整個隧道裡面 整個被水淹掉了 有這樣幾次的狀況 這個都是在施工的時候的狀況 那這個 怕它整個垮下來 這個搶救的時候 用H形鋼去把它擋起來 另外這個機械整個就是埋在裡面了 那埋在裡面了 所以這個就做這個魚迴隧道的 人中旁邊打 然後到機械前面去把它清除 你看這個整個隧道的洞口 外面也整個都是淹水 那這個渣 這個抽攤渣 這個整個湧到隧道裡面 這個也是 施工發生災變的狀況 這個繞行隧道這個搶救的狀況 你看看出雪山隧道 當初在施工的時候 這個湧水這麼大 在隧道裡面水就那麼大 人站在這邊都站不住 都會被沖走 那好不容易這樣的一個隧道 這樣的施工 從這個島坑80年的開工 到92年就是12年以後 島坑貫通 貫通 這個是第一次的島坑貫通 這個當初當然大家非常的高興 12年後 這個從南北兩邊的人員 才在那個隧道裡面大家見面 不然的話都是要翻過山裡面見面 這個在93年的主坑的北上線也貫通了 這是這邊的工作人員 這邊是這邊的工作人員 你看人不一樣的方向 打通了以後大家很高興 那這是南下線的貫通 大家也非常的高興 接著就跟各位報告 這個雪山隧道 各項的安全設施有哪些呢 一般的設備 它有車型的聯絡道 人型的聯絡道 剛剛已經各位報告 車型聯絡道是一公里四 有一條 人型聯絡道有350公尺就有一條 這加起來 還有一個島坑 就是兩個主坑底下一個島坑 還有通風的塑井 有三對 三對通風的塑井 月光引導的這個邊線 這個雪山隧道 月光引導的這個邊線 這個雪山隧道 你們如果到雪山隧道在走的時候 你們看到 隧道的旁邊 一路的旁邊 兩邊你們都會看到 旁邊在疑地 從地面上來 七十公分到一公尺中間 有一條反光的邊線 那個就是月光引導的邊線 就是萬一發生災害 熔煙很大的時候 也停電了 這個電源關掉的時候 你可以沿著那個線 跑 這個逃生 逃生方向的這個都有一個 都有燈 然後另外一個緊急停車彎 它在一公里四 一公里四 它就有一個緊急停車彎 萬一你車子 拋錨 或是你覺得車礦怪怪的時候 你就把車子可以停在 緊急的停車彎在那邊 一定會有救援車來幫你 你可以用打手機 或是它的隧道裡面有緊急電話 或在行控中心會發現你的車子 會有派人來幫忙協助你 那交控的設施呢 有閉路電視 我剛剛講說 一定行控中心會看到你的狀況 它有閉路電視 每175公尺就有一台閉路電視 所以有這個閉路電視呢 有175公尺就有一個閉路電視 同樣的你在隧道裡面 你變換車道也會被抓 這個很明顯地知道你的狀況 那車輛的偵測器呢 這個也同樣有這些 還有速限可變標誌 它這個從洞口開始 就有可以告訴你說 你這個速度的限制是 在這個隧道 洞口 和是隧道裡面的速度是多少 它都會告訴你 那車道的管制標誌 它有兩個車道 也許一個車道真的要維修 一個車道可以通行 它有一個標誌 可以讓你知道 那資訊可變標誌呢 它這邊會顯現出來 就是說 前面多少公尺有意外 還是有什麼車禍 你可以慢行等等 它會告訴你 那有緊急電話 還有無線電 那這個 緊急電話就是 普通的我們的那個 紅色那種 那種公共電話那一種 那無線電話在這個隧道裡面 都有裝置的這個落波電纜 所以你在隧道裡面 雖然有12.9公里 我們的手機照樣可以使用 那這個 同樣的 這個有無線電纜 所以它有這個 有落波電纜 進到隧道裡面 我們就可以開這個 聽景廣的廣播電台 開FM的104.9 頻道是FM的104.9 開這樣的一個頻道 你在隧道裡面 你一車子 你104.9 你一車子一開到隧道裡面 你自然就 聽不到這個 你原來是聽的 就是104.9 京廣電台的頻道 它在播放音樂 或是在講話 但是如果行控中心 如果在廣播的時候 它那個電波那個聲音 就強迫跑到104.9 這個頻道 所以你在車上 所聽到的廣播 就是從收音機那個 車上的那個麥克風 出來的聲音 所以很清楚 那很多人 因為車子開到隧道的時候 他開的收音機的頻道 不是FM104.9 因為這樣的話 所以常常有很多人 開車的人 就是抱怨說 在隧道裡面 聽的廣播不清楚 或是有回音 那因為你是聽的 是從車子外面 進來的 所以當然不清楚 你如果 車子一進去 就用FM104.9 那你聽的聲音就很清楚 它甚至 這個從剛剛講的這個 閉路電視那麼多 170 它會跟你講說 現在南下線的一部 紅色 相形車 還是什麼車 你的車速太慢了 請你開 快一點 不然後面 車子就這樣 啪著廣播 你就聽到了 它在講就是你那部車子 所以 到隧道裡面 你手機可以用以外 開FM104.9 你可以聽得很清楚 這是在隧道裡面的安全設施 那機墊的部分呢 剛剛有排煙的風機 有消防香霜 等一下可以看到 消防香霜 消防香 消防霜香 是在隧道的旁邊 右邊 你車子在走的右邊 一個紅色的箱子 那個就是消防霜香 裡面有消防的水袋 裡面有消防的水袋以外 還有兩個冥火器 乾濕粉狀的冥火器 所以你如果車子真的發生了 濕火的狀況 第一個 如果火還不會很大 你趕快用那個冥火器把它撲滅 如果火已經很大 你沒辦法撲滅的時候 你就用那個水袋打開 用那個水把它噴洗 當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有這個很快的速度的消防源 來這邊協助你 這個等一下會跟各位報告 另外同樣的在這個隧道裡面 有火警的偵測器 還有UPS的不斷電的系統 萬一外面還斷電以後 它有這個不斷電 可以維持15分鐘的緊急電源 所以緊急電15分鐘裡面 隧道還是裡面有 這隧道裡面還是有照明 另外還有緊急的發電機 萬一是颱風 怎麼樣這個斷電以後 外面斷電以後 它有緊急的發電機 那另外一般的照明的設備 還有火警緊急的照明 它都有這樣的設備 所以在隧道裡面 只要 我剛剛跟各位報告的 這個你了解這樣的狀況 或者是你在走的時候 都多了解這種狀況 甚至你們要進隧道的時候 經過它的北宜高速公的服務區 它有這些的書面在裡面 看了以後就知道了 那這就是隧道裡面 有風機 有道路的指引標誌 有緊急電話 可變速限的標誌等等 緊急照明設備等等的這些 這個都很清楚 那隧道這個 這個當然我們這車子 是在這上面走的 那底下的這邊 這邊的設備 就是電纜 埋設電纜 排水設備等等 這些這樣的一個狀況 把握著進來在碍上 是一名的 要讓我先召開 什麼東西 年紀念不出 你 你 當我先掩飞 你 你 好 你 你 富士 你 那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